我們的大門鞭火 民宅大門破裂 圍牆砖瓦散落一地 简直像是廢墟 就連貨車車斗也被壯斷 而這些全是這個發電機零件 造成的 就是這個 回過來爆炸 發電機輪盤碎裂 把民宅搞得亂七八糟 對比原先屋況實在差很大 而另一邊的工廠屋頂也被砸破 從製造點往下看 整個鐵皮屋頂 破了大洞 狀況慘不忍睹 我裡面在看電視 我是沒看到 聽到砰一聲而已 我就把你拔出來 原來七號早上十一點多 在太平七街的一家綠能工廠 發電機測試時 零件突然爆開 向外四扇 噴飛到六百公尺遠 也就是兩條街外的民宅 一共波及了三間工廠 三間民宅 還有一輛貨車 光成先生家 出估財損就五十萬元 嚇壞 一定會嚇的啦 對啊 機器都壞到這樣 比金色彈飛團還要嚴重呢 回到事發工廠負責人不願多談 但也表示會負擔賠償 而警方也依照公共危險罪協 將負責人寒送偵辦 他們在所研發的綠能的發電機當中 就發生一些那個 裡面的那個一個飛輪 產生爆裂這樣 發電機意外爆裂 波及工廠民宅和民車 周遭住戶更是嚇壞了 幸好沒人受傷 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解陳華瑞 謝宥雲 台中報導